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下一個Database 是怎麼樣support這個SQL Language 好,那這個SQL Language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standard 那這個standard有不同版本 比如說像SQL 92啊,SQL 99啊 還有更新的版本這樣子 好,那這個在這邊我假設大家對SQL都已經熟悉了 好不好,那這邊我們不講說要怎麼下SQL 我們這邊講的是一個Database要怎麼樣去support這個SQL Language 好,那各位如果有從這個GitLab check out這個Velena Core的話 不妨第一步上手的話就是可以先試著去run它在utility這個package底下 有一個這個叫做Console SQL Interpreter這個class 好,這個class有一個main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直接run它 好,那run出來之後呢,你就會發現 它,你就進到了一個這個SQL的這個Interpreter這樣子 好,那你就可以下你想要打的這個SQL指令 好,比如說可以create一個database啊,然後create一些table啊 好,然後table你可以下一些select 那下面就會有這個,你下select完的結果這樣子 好,那通常最直接對這個database的操作呢 基本上就是透過這種 command line的這個interpreter 對不對 好,不過透過你其實不見得只能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的話基本上就是給人用的 好,就是你可以下一些所謂的ad hoc query 好,什麼是ad hoc query 就是說你下了一個SQL之後,你看看這個結果 好,這看看結果之後呢 那你的大腦處理一下 然後你才決定說你接下來再下哪一個query這樣子 好,不過在很多時候呢 其實跟這個database溝通呢 不見得是用人跟database溝通 可能是你的程式要再跟database溝通 對不對,比如說你架了一個網站這樣子 那這個網站呢,其實後端有一個database 好,那跟database溝通呢 就是你的網站本身的程式 那個程式也是你寫的 好,所以其實就不需要透過這個interpreter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要怎麼樣跟這個database溝通呢 基本上通常都會透過一個叫做client program 然後透過某一些client server的這個interface 好,那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jdbc就是一種 你可以透過java,然後連到一個database 然後把這個程式所想要執行的這個SQL呢 用這個jdbc的方式傳送給server 那server就會知道 OK,好,那這兩種呢 一的是這個透過comment line interpreter 或者是這個client的這個programs 那基本上你在run這個database的時候 基本上都把database當成是server 好,所以基本上你在操作這個database的時候 那下query的人是client 好,然後執行query是server 那這我們稱這個叫做client server mode OK,好,那有一些database呢 其實它如果可以把它的這個internal interface expose出來的話 那其實可以做成是所謂的embedded mode embedded mode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假設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database呢 不是遠端的這個database 是我local的 那我其實我如果是local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透過一個這種client server interface 對不對 那如果是local的 而且我可以access一些比較internal的一些interface 那我就直接call function code就好啦 因為它是local的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function code你是可以access的話 那我們就稱你直接call這個local database的這個function 那我們就稱為是所謂的embedded mode 就是你直接透過這個native的query interface 那這些nativequery interface呢 通常都是一些function code 或者是class的這個method的這個call OK,那通常你有透過這些不同的方式 拿來操作一個database system 好,那不管是哪一種方式 基本上如果是relational database的話 我們都要support SQL 那在這個Velina code裡面 那我們只support SQL92的一個很小的部分 因為它只是一個example的這個database 那SQL92其實就還蠻多東西要support 我們並沒有support完整的SQL92 OK,那不過這已經夠了 就是你會知道說 那這個一個implement database裡面 最核心的東西 那大概是怎麼樣做到這樣子 那Velina code呢 主要support的包含 當然有包含DDL跟DML 那DML的話包含像create table create view create index 那今天我們就focus在create table 就好,好不好 那這個DML的話呢 包含像select 然後去把一些這些colum 啊,這些roll啊 或是record啊 select出來 或者是像update 好,我要update 某幾個或是某一個record的 某一個fill的值 或是insert一個新的record 或是delete某一些record 那這個的話 Velina code都支援 好,那不過呢 這個Velina code有一些limitation 並不像 比如說你在市面上 commercial的這個 database 那功能非常的完整 那包含像什麼呢 這些limitation呢 比如說像 它的type 就只有很基本的那些type 比如說像integer啊 long啊 double啊 還有variable length character OK,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那你說老師我要 我要的 沒有怎麼辦 那你就想個辦法做workaround 這樣子 比如說你要的是flow 那這個時候你就用double 或者是把flow呢 乘以一個很大的這個位數 比如說乘以1萬這樣子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long這樣子 可以嗎 那有一些workaround 你還是可以做這樣子 那在query的部分呢 Velina code也只support 所謂的single的這個select from where block OK 其實你在commercial database 你是可以下一些所謂的recursive query的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不過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說 我可以select from where 但是where後面的東西呢 其實是另外一個select from where的結果 這樣子 那這種是所謂的這個nested queries 那VelinaDB的話並不support這種query OK 所以它只support一個single的select from where block OK 那就算是我們select single from where的block 跟commercial database 也是還是有很多限制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select的這個class裡面 在select的這個子句裡面呢 我們後面你不可以select信號這樣子 如果你要select信號 就是笨一點這樣 就是把所有你要的column全部打一遍這樣子 不過至少該做的都可以做得到 你懂得意思嗎 只是不是那麼方便而已 好 那比如說我們在from的時候也沒有s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動態的把你的database 重新命名這樣子 好 那你說老師那有database名稱conflict怎麼辦 那基本上schema這個database都是你寫的對不對 你就不要取一樣的這個database 或是一樣的這個table的名稱就好了 OK 那我們也不support null value 所以你要給這種null value 你要自己定義一個特殊的value 然後自己視為是null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也沒有這個explicit的join 或者是outerjoin OK 我們就只有product而已這樣子 好 那 在query這個子句裡面 query裡面子句就會有一大堆這個boolean expression 對不對 那可以很複雜 那另外我們只support最簡單 就是什麼什麼and 什麼什麼and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好 那基本上這就是query它可以做的class 好 那我們也不支援這個preferences 好 那比如說有一些括號我可以先做後座 這個我們沒有支援 好 那也不支援computed value 好 就是我可以做一些運算之後呢 再把那個子當成一個fill 好 那這個在這個valina core裡面也沒有 OK 那 不過我們的確支援一些arrhythmic expressions 好 好 那比如說我可以把一個東西乘以五倍這樣子 好 可是這個arrhythmic expression只在update的時候可以用 好 比如說我在update的時候我要把原本的某一個值 然後加五分或是減五分或是乘兩倍乘三倍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arrhythmic expression 不過它只能用在update裡面 好 好 那在insert裡面我們也不可以做這個query這樣子 好 所以你其實就一次insert一個這樣子 OK 好 那delete的話你就可以下回了 好 一次可以delete滿足所有條件的這個records 好 就一次體力所有的records 好 OK 所以這個大部分大概就是這個valina db的一些support的一些這個query的overview 好不好 好 那還有一些high level的這個限制 好 那下面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valina core它可以support這個sequel comment的gramma 好 那就全部列出來 OK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確定說 你可不可以下這個指令的話你就看這些gramma就好 好 那這個gramma怎麼看呢 其實還蠻簡單 這我就不細講 好不好 比如說你要下query的話 好 那你就去前面這邊找到一個query的definition 好 然後就告訴你說呢 query呢 基本上是由後面這些東西組成的 OK 好 所以出題的部分就是keyword這樣子 好 就是這是keyword就是你要一定要打 然後長的就是一模一樣這樣 不過你要小寫沒關係 好 我們這邊只是大寫 然後把它當成是keyword你比較好看 好 不過你會發現後面這邊呢 好 會有一個這個中括號刮起來的 好 好 那這個中括號刮起來是另外一個definition 比如說你看這個是project set 好 那project set在這邊又有定義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recursive的去找他的definition 這樣子 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select from where 對不對 好 那select裡面可以放什麼呢 好 select這個子句可以from 的這個子句的你可以寫的部分就是這個 defined by project set 你就去看了project set可以寫什麼 所以你可以寫 either是field 或者是一個aggregation function 好 aggregation function比如說就像是count 括號這樣 然後後面接個field name 然後就把那個field name的這個count 不同value的distinct count 把它return 好 你也可以取max 你也可以取min 這個是aggregation function OK 然後後面這邊有個中 有個這個中括號 好 這個指的是optional 就是說後面這個中括號裡面的東西是可有可無的 這樣子 然後你看到的是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以用逗點 再去specify一個這個project set OK 那project set又可以 either是field 或者是aggregation function OK 所以意思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每一個clause 往下查 那基本上是什麼意思 這樣 那table set也是一樣 table set基本上就是一個id token 或者是optional 就是有其他的table 那這個berlinaDB會自己幫你做join OK where的話呢 這樣 它是predicate 那我們去找找看 比如說predicate 的definition 那predicate基本上是有turn 然後加上optionally 你可以用and 再去連一個predicate OK 那一個turn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turn 就是 以下這樣 一個expression 大於等於小於這樣 那再往下看 就一直recursive 往下去找它的definition 你就可以知道 那我要怎麼樣去下一個predicate OK 那一樣 這個verlinaDB呢 除了selefran where以外呢 它有支援groupby 我可以group我的result based on某一個file OK 那我也可以做sorting 我可以orderby 那orderby 我可以給它 這個要是descending 或者是ascending 那這是optional by default是ascending 這樣子 OK 好 那至於sortlist啦 那這個定義呢 你就可以自己往下看 OK 所以這個是query的部分 那你大概要trace 大概就是query啦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update comment 那update comment的話 又分成四種 就是insert comment delete comment modify comment 跟create comment OK 那各位同學可以自己再去看看 insert的話呢 它的語法大概是insert into 這是keyword OK 然後呢你要 往下給什麼value 那這些value的分別的定義呢 又可以在下面找到 OK 那delete的話 modify跟create 你可以都可以意思類推 就可以知道說 那update comment 我們要怎麼樣下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gramma 其實不慘 其實一下就看完了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VelinaDB可以做的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seql query 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 那VelinaDB怎麼樣support這個seql呢 它有關於seql的一些infrastructure 或是utility class 都寫在一個叫做這個 either是seql這個package 或者是utility utile這個package裡面 那大部分都是寫在seql package裡面 比如說這個seql package 你大概去trace一下code 你大概可以看到它主要有分成幾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去定義一些 為了要支援seql 我們可以support的那些types 各式各樣的types 比如說user可以給一個type 就是integer 可以給一個long 可以給一個double 那string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給一個variable length character type OK 那constant的話 比如說 我們可以支援integer constant 然後long constant double constant 還有variable character constant OK 那relation的話 就是去支援這個relational schema 那包含的就像是schema 就是每個column的定義 還有像一些record 那for這個seql的commands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一些predicate 或是aggregation function 對不對 那這些的定義呢 也都在seql的package裡面 好吧 那我們很快速的overview一下 比如說像type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有一個abstrate 那基本上它會被各式各樣的concrete type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implement了四種type 像integer bitinteger double 還有variable length character 那這個部分的話 跟這個java 應該寫在這邊 那這邊部分跟java 其實是對應的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java的type 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自己做一些finegram的control 那constant的話呢 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 就是based上剛剛這四個type 那我們有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 我們自己implement的這個constant 比如說 像這個integer constant big integer constant double constant 跟variable character length 的這個constant 那這些constant呢 基本上都繼承一個叫做 constant的這個abstrate class 那基本上也跟這個java 之間的這個constant 是這個value 是對應的這樣子 那我們也implement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type upgrade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integer加double的話 那這個integer會先被upgrade成double 然後它就變成double加double 所以return的結果會是一個double的constant OK 那記得這個constant 我們自己取名叫constant 因為它是這個immutable的 所以你一旦一個value被create出來 它不能被改 所以你要改它你就create了一個新的constant這樣子 好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relation 那我們要櫃的要支援這個relation model 所以這邊的話在sql裡面 我們就implement兩個class 一個叫做schema 一個叫做record OK 那schema它代表的邏輯意義 就是你一個relational table 那這個schema 基本上就是它的column 那還有這個column所屬的type 或是一些特殊的限制 OK 那record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一個的rall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chema 有哪些method你可以用 比如說我可以create個schema之後 我可以試著去add某些field OK 那每一個field你要跟它講說 這個field你要取到什麼 叫取什麼名字 然後它的type是什麼 那這個type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那些type OK 那你也可以看看我所有的這個table的field有哪些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return一個sorted set 裡面就是所有的field name OK 那同樣道理呢 你如果要access一個record的話 那這個record你在這個table裡面access出來的話 那一個record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取它的值 對不對 你拿一個record就是要看它的值 那你要怎麼拿到某一個field的值呢 基本上你就是給它field name 它有一個叫做get value的method 那你給它一個field name之後 它就return那個field的值 OK 那那個field的值呢 一定是one of我們剛剛講過的這個constant type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record呢 就想像成是一個map啦 或是一個所謂的dictionary 這樣就是給它一個field name 它就return一個constant這樣子 好 OK 那有關於這個command的部分呢 比如說我們要support這個where的class的話 好 那我們必須要可以implementpredicate 對不對 好 那predicate有關的相關的一些class呢 就放在sql.predicate這個package裡面 OK 比如說我們要implementpredicate的話 我們剛剛看過要implementexpression 好 那expression又有分不同種類 這樣子 所以不同種類的expression 好 那每一個對應的class我們都有implement 好 那 那比如說我們要support groupby 好 那有一些aggregation function 好 我們要可以做 那所有aggregation function的這個implementation 就放在這個sql.aggfn這個package裡面 好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count這個function 好 或者是max 或是min 或者是sum 或者是distinct count OK 好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 如果你熟悉這個sql的話呢 那就trace一下code看看 看看我們一個database 大概是怎麼樣去支援這個sql language 好 那基本上這邊就是把它變成一些maths這樣子 所以在程式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ql的這些指令 轉換成是一些maths code OK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sq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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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